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星期一表示 今年5月在福岛第一核电厂港口捕获的海鱼体内 验出的辐射远远超过日本食品卫生法所规定标准的180倍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一次捕获的海鱼许是平油 体内的放射性元素 色的含量达到每公斤1.8万贝克勒尔 超越人类使用的安全水平 捕获海鱼的位置是福岛第一核电厂1号到4号机组靠海的区域 这里围住都有防波堤 而且放射性物质浓度较高的核污染水流入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将设置多个保护网 防止鱼类游出港湾 东京星期一开始将海水注入水下隧道 稀释核废水后再排放回海洋里 然而核废水中的辐射可以渗透到鱼虾和其他海产品中 人类使用后会积聚在体内 连带引发各种疾病和癌症 带来继续 揍里面 诶 влад